为了提升高雄国中学子们的阅读素养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就委托办理了一个读书计划 这个计划涵盖了线上阅读品量题库 及送书箱到教室等等 不仅实现书能尽其用的完美理想 也能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阅读对一个人的命运是很重要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喜欢阅读 我认为不仅让我们的孩子的眼界 胸筋 心 钉钉 我会觉得培养我们的孩子 更有将来跟人接触的能力 那当然如果他更有能力 当然他就会更有竞争力 这个阅读品量题库 设计成学生最爱的趣味网站模式 也能分析跟凭借不同层次的能力 教育台湾化联盟社长郑正宇也表示 希望借由这个计划能将阅读知识 落实到心灵 节日常生活上 我们台北人的人对生活的家庭 是没办法的 现在我们从很多地色的骨架 骨架 抽象的东西 现在用网络50分岁来留室 在生活里面 这样子的心灵 会真真正识的行动 这个计划让国中教学变得更多元 也能让学子有效的阅读学习 与世界接轨 也能带动每位学生终身阅读的动力及观念 记者郭俊廷 吴宇芳 高雄 采访报导 您就会认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文明 您就会订阅